想更深入了解这位被称为小张子怡的周也吗? 今天,我们就来盘点她的不为人知的事情。 周也,1998年5月20日生于重庆市,高中就读于惠州市华罗庚中学。 高三时,她文化成绩优异,选择转读传媒班,并决定参加一考。 最终,以全国第36名的成绩被中国电影人才摇篮北京电影学院录取, 并与好先生的关晓彤,你给我的喜欢的王子齐称为同学。 刚入学,周也就被称为北电校花,其毕业照更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。 她还是会周首位被北影表演戏录取的学生,颜值与实力双双获得认可。 周也因其清冷外貌与张子怡相似,在出道前便被封为小张子怡。 从她的童年照片中,我们不难发现她精致的五官和空灵的气质。 近期曝光的素颜正见照也美得惊人。 在中餐厅的节目中,周也与父母同框,展示了家族的高颜值,母亲是个典型的美人。 戴眼睛配上鹅蛋脸,周也和她的姐姐一起拍摄杂志,网友们纷纷称赞,认为母女三人都是美人胚子。 2019年,周也在电影《男影之信》中首次担任主角。 同年,她出演了国际多项大奖的《获得者少年的你》,在片中饰演的《未来一角》。 是一个表面乖巧的附嫁女,实际上是校园欺凌的世报者。 她的精彩表现让观众对她又爱又恨,也让她在出道第一年就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女配角。 在热门别有武侠巨身和令中,周也饰演到顾湘,性格善良且古灵精怪。 在一次访谈中,周也提到她非常喜欢顾湘这个角色,并为了更好的演绎这一角色。 特意去阅读了圆珠小说,她深刻理解角色,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 她表示自己和故乡都很直率乐观,在面对不公时也会勇敢站出来。 这也是她能够获得大众喜爱的原因。 在与侯明浩合作的古装奇幻仙侠剧《虎心》中,周也和侯明浩分别饰演了燕灰和天药。 剧中的甜蜜桥段和感人结局,让这对CP备受粉丝喜爱。 而在战火中的青春中,周也与王鹤蒂的合作也非常讨喜。 两人的化学反应引发了大量粉丝的期待。 在迪欧2023秋冬成衣系列时装秀中,周也不仅展现了她日常清新的妆容,还成功驾驭了桃粉色浓妆和后刘海。 她纤细的身材和小巧的脸庞在时装秀中格外抢眼。 不管是女团风的亮片妆还是小辫子、蝴蝶结,周也都能轻松驾驭,无违和感。 在真人秀现在就出发中,周也与范澄澄一起在河中玩剪刀石头布,树雷的一方会跳入水中。 她的开朗活泼在节目中得到了充分展示。 在《你好!星期六》中的默契挑战时,她和侯明浩的互动也十分可爱,展现了她的爽朗性格。 周也主演的古装女性励志言情剧《未有暗香来》即将播出,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华浅。 讲述了一个改过自新,获得救赎的故事。 除此之外,她还有两部带播剧,分别是与谭剑刺合作的《很想很想你》和《与灵异》共同主演的《别对我动心》,两人组成了最萌身高XCP。 出道不久的周也在影视圈已经有了多部代表作,她的未来潜力无可限量。 最后,如果你喜欢这个关于肖战的视频,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 感谢你的观看。